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大家请看 定义一个函数 函数是每个语言都有 卢比当然也有函数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质量 非常简单 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 做一个函数 然后给函数传一个参数 同时给一个默认值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如何做一个卢比的函数 稍等 我这开一个测试文件 咱们就叫做 Hello World 点 卢比 好不好 咱们就在这个文件里面 咱们先首先定义函数 叫做SayHello 把它拷贝过来 好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这个卢比 我在这打一个DR 大家请看 我刚才见到这个Hello World 这个RB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现在敲 卢比控格 Hello World 让我回车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仅仅是定义的函数 还没有去引用它 怎么引用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SayHello 我直接呢 引用它一下 好 咱们现在再运行这个卢比 看一下效果 好的 Hello World出来了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函数的内容 就是一句话 输出Hello World 对不对 咱们看这个函数的定义 一个DF 然后呢 跟一个函数名 最后呢 是一个end结束 非常简单 这个是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所看不到的这种简单的写法 甚至说定义函数 咱们括号都不用写 当然因为是没有参数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给Hello World呢 Hello World 传一个参数 咱们看一下下面的定义哦 传一个参数 好 我现在把这个代码再拷贝过来哦 刚才不带参数 现在咱们带上参数哦 好 带完参数之后 咱们再次运行 看这个程序是个什么结果 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 非常简单嘛 他这个参数个数不对 这有一个name 结果呢 咱们传参是没给他指定这个参数 不行吗 对不对 所以咱们需要在这给他指定一个参数啊 呃 比如说 Hello不叫World的 Hello Koma 这可以吧 哈哈 就是我啊 好 咱们再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HelloKoma 没问题 说明什么吧 说明咱们在这个引用时 传进了参数 被他正确的读到 然后呢 拼装成字符串输出 大家请看 函数的参数呢 该如何引用呢 大家请看 就这种方式引用啊 一个警号 再加一个大括号 里面呢 写上函数的参数名 呃 非常简单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呃 接下来 这是传参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给函数一个默认值 比如说 呃 我刚才 传参的时候 我呢 一开始是没有传参嘛 对不对 我刚才一开始是这样写的啊 稍等 我 我把它屏蔽起来 我一开始是这样写的嘛 对不对 刚才呢 报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参数嘛 对不对 现在呢 我给这个函数一个默认的参数 就是说 如果调用方 调用员 没有传参的时候 默认这个内幕的变量 给什么值 那咱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我的代码 报无报错啊 咱们试一下啊 OK 没有问题 正常显示 正常运行 为什么 当我没有传参数的时候 它呢 会默认的为Koma 那比如说 我传参数 咱们看一下实际效果啊 比如说 咱这个不叫Koma 叫Halloruby 可以吧 好 咱们再看一下实际效果 Halloruby 没有问题吧 就是说 如果我传参了 那么按照我这个传参数呢 进行复值 如果我没传参 那么怎么办 它按照这个默认值 进行复值 这就是Luby函数定义 非常非常简单 我在别的语言中 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这么简单 Csharp中呢 有相应的写法 呃 我感觉是非常的简洁啊 呃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Luby定义函数的方法 不是您听音乐没有吗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课程文件呢 我都会放到 开心中文的复页 供您参照下载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Luby视频 再见吧 拜拜